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 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迪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沙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评经济》 翻网报 大家有没有看过Lukas 即是星头大战 当然有 我们也 我们也 澳洲很厉害 你这个绝带 你这个绝带 澳洲原来 成立了首支太空军团 厉害 厉害 不过他们也承认挺差的 不过太空军团的 很厉害 叫Space Command 叫太空总司令 澳洲太空总司令 近期就成立了 我们的国防部长达顿也说 这个部门就是 效仿美国的太空部队 发展澳洲的太空力量 就是为了防御中俄等等国家的所谓的 我引述的 脅迫和好战行为 达顿好像你才很好战 经常说什么战鼓声 经常说我们一定要惩罚中国 不知道谁好战 他就说 中国和俄罗斯太好战了 所以我们只可以 无奈地成立这个部门 多无奈 澳洲太空 司令部 的负责人 当日也说 我们承认一样东西 我们是落后于中俄 都挺老实 等于是变相打念这个达顿 他也说 但是这样可以勾多点水 你对 被你突破了盲腸 他也说澳洲在太空领域 是无力 去对抗 是无力 去对抗中俄 我们感到害怕 因为我们比较落后 国防部的消息说 为了实现澳洲所谓战略空间的恐深装置 澳洲太空司令部 就在今年1月成立 这个部门 挂牌就是前两天 其实 这个部门 只有百人 分别是来自澳洲空军陆军海军 私人承包商 一起组合成 负责人 原来就是空军的副员税 Kath Roberts 根据澳洲媒体说 达顿 参加了 一个叫航空航天会议的时候 太空无疑将成为 21世纪一个具有 重大军事意义的领域 这个领域必须用来 威胁侵略 而不是产生新的冲打 达顿 在讲话当中也说澳洲需要在太空领域 发展 自己的硬实力 为了防御和抵制中俄 他说明究竟是谁好战呢? 他说 因为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好战之徒 他说明究竟是短叉的 没有什么外交辞令 他也说 随着中俄等国家 开发出一些先进的军备 太空变得越来越 整天塞车 很逼 达顿也承认 澳洲去年就开始筹划 太空司令部 不过 今年一月才是 真真正正有这个部门 在三月份 才是 大肆宣传 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就学美国2019年成立的太空部队 他也说 对于 任何国家来说 失去进入太空的机会 都会产生重大的民事和军事后果 一些国家 现在发展的威胁能力很强 而且他们开始削弱太空卫星网络的能力 这些国家 将太空视为自己的领土 而不是共享的领域 另外 这个悲悲思还有《卫报》也有说这宗新闻 当然 澳洲的太空司令负责人 Robert 罗伯斯 他在同日当中也说 都是中俄 搞到我们要做这些事情 他们威胁我们 在太空有吗 不是 他说威胁的话 起码你在太空有一个领域才是吗 你现在什么都无谓威胁 太空威胁地面吧 他的意思是 可能是 也有人问 你最怕的对手是什么 我最怕的当然是中俄 中国和俄罗斯的活动 令我们感到害怕 我们认为 我们目前是缺乏对他们的威胁能力 真是令人担心了 罗伯斯也说 你要做到对他们的威胁能力 差不多到美国的级数 是呀 真的 澳洲一直在这些东西 卫星都是自己的 比较少 罗伯斯也说 太空是充满竞争 以及 是涌极的 是存在着威胁 他也 无端端说 中国 肯定会破坏我们重要的 通讯卫星 这些人 谁是好事份子 人家没有做的时候 他说肯定会这样做 好像你是好事份子 较少了 是什么好事份子 真是好笑 他之后也说 他和太空 司令部的任务 就是 发展可以保护澳洲太空 资产的能力 他说到什么 好事份子 貌似 他也很好笑 经常 说人家 你一定向我动手 有点避害妄想 亦说我们实在太落后了 所以不断追赶 现在 澳洲 密切追踪中国的SJ21 豪卫星 澳洲媒体说 这个卫星今年 早期 成功将 中国的另外一粒 卫星 从鬼斗中 移走 令到美国和 他们的盟友 包括我们 很震惊 为什么这么先进 他们 是你差 你差 当然中国也是先进 但是 又是好像 不知道这个世界 发生什么事 当然 达顿纵朗 他就说 有一天 澳洲需要有自己的 太空部队 进驻太空 超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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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搞笑 美国的太空部队指挥官 James Dickinson 原来也有出席 澳洲太空司令部的 启动挂牌仪式 他 就说 澳洲对美国的行动 至关重要 这个确实是需要世界各地的盟友和伙伴 为我们印太地区的一个正常框架 现在也很正常 他觉得现在不正常 提供必要的能力 澳洲 就很有地理优势 你看一看 澳洲面积多大 第二就是 它在南半球这个位置很特殊 以及 这些 压力 在向我们提供太空领域 意识方面 带来很多东西 我们看到 澳洲的学者 来自 ANU 澳洲国立大学的 空间法专家 就叫做 STILL 这位博士就说 太空司令部的建立 都受到澳洲人欢迎 但是 他也警告 澳洲必须是紧慎行事 和 政客需要 小心说话 他真的说 好像你现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你就说到 中国来了 我们要 建立实力向你抗衡 假想敌 是的 但是他假想都 不要紧要 但是 你都要想一下自己 现在是什么地位 如果你 没有什么实力 当然他觉得 美国可能帮他 但是你没有什么实力的时候 经常 说到几行 我要怎样怎样 最后 就是被人笑 所以 这位教授 他也说 对于澳洲 我们这些中等国家来说 增加我们在太空的存在 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也是一个 令澳洲人高兴的时刻 但是 我们需要 要警惕 使用任何 可能被视为升级的预言和政策 或者是战略 操持 都可能令到 我们这个地区 是会有一点危险的 就是 他说 达顿口臭 就是 说你 这也是 老实说 这人 一直口不责言 常常说台海一定会 怎样怎样 又说 中国要负责 这位教授也说 我们需要坚持 自己 是一个负责任的 太空 中等国家 其实他也说得对 澳洲国土很大 说真的 澳洲国土 在 全世界排第六 没有记赛 但是人口也不算多 只有两千多万人口 有什么 起来 我担心 澳洲也受不了 说我要跟谁 对着干 我不怕你 亿文亿亚冒 亿文亿亚冒 澳洲有样东西 亦是名字生得好 有知愿 这个真的没办法 跟某些 宗教的国家一样 上天也不会这么不公平吧 真的给了那些地区 给其他地方也有一些 其他地区也有一些 好像委内瑞拉 非洲有些地方也有一些 俄罗斯也有很多 但是他们说是 是真主送给他们的礼物 事实上 但是你说 某宗教的地区 如果计算来说他们是多的 是很多的 这个真的没办法 这个是好命的 这个是好命的 相反日本就比较煤 有些地方是差一点的 是的 是窄洗 但是日本有其他东西 有其他东西 另外 我们知道 澳洲 现在 都是加大 这个 军事的预算 澳洲政府 和澳洲皇家空军 正式将 这个 中城 遥基 定名为 MQ 28A 代号就是 幽灵蝙蝠 Ghost 当然 他们就说到很大难 这个就是我们重要成就 虽然只是一款 噴射无人机 但是作为澳洲五十年来 第一架自行研发和生产的 军用 飞机 依然是 澳洲航空工业的成就 达顿有出来 应死应屁 原来就在我们 昆士兰 白利 空军基地 我们就是空军基地 这个威廉王子都过很多次 没错 他又在这里说 这个就是我们 多厉害 虽然澳洲 是 飞机 这次是自制 但是 原来 他说得这么厉害 原来很多技术都在波音 原来不少技术是和波音合作的 是波音支援的 波音澳洲分公司 特别设立了 空中力量编队系统 就为这个经营 终成辽机计划 是做的 现在就改名了 就叫做 MQ-28A 波音的代表 叫做 菲格森 菲格森 他就说 MQ-28A 有着35家 澳洲供应商组成的 这个行业团队 这个机 绝对是澳洲的 都很谦厚 是不是因为 波音继续赚钱 是你们做的 不要紧 不过我这么说 因为他是波音澳洲分公司有份 最后波音都赚到钱 他也可以说我是澳洲 本土的 因为他是澳洲波音公司 是波音的澳洲分公司 他就说为什么要改名 叫做幽灵蝙蝠 因为幽灵蝙蝠是澳洲本土的暴雨类动物 和其他蝙蝠 独来独往不同 幽灵蝙蝠是以群体合作进行 探测 和 叫做 狩猎 这个刚刚可以符合中城寮机的角色 他的 感测器 和情报 还有监视 还有偵察 就会立即分享给其他飞机 和 有人的 飞机 所以这个名字就相当的恰当 都挺牵强 哈哈 未来 中城寮机的名字就会逐步取消 但是波音向全球客户的产品 的名称依然是空中力量編队系统 也是那句 其实 证明了波音也是出了 应该 我是这么想 其他部件就找澳洲的公司做 但是 核心技术当然是波音 始终澳洲 没有什么基础 军工不是很好 澳洲是以生物科技而闻名的 你看看我们的 健康产品全世界都有 还有就是 对于一些绝症的医治 澳洲的 成功率好像是全世界 顶端的几个国家 澳洲也是大力地发展军工 亦大力地加大军事预算 其实这样就很好 为什么 我只好是对波音更好 因为有预算 预算是整大了GDP 预算还有就是整大了GDP 你会看到很厉害 因为你知道 一部机器都是几亿的 是吗 那么贵的话 如果在澳洲本土生产 看看我们的生产多厉害 可以做大一条数 还有有澳洲媒体就说 其实澳洲就是在学习 欧盟的大佬 德国 因为德国在一次紧急会议当中 他们军方就决定增加国防开支 而且挺厉害的 一用就用1000亿欧罗 是益 用于国防的 军事发展 现代化的 当然需要 前几天我看到梅独的报纸就在大肆宣说 看看德国 这样都用多1000亿欧罗 不过这么说 梅独的报纸是右派 右派 很多政客的金主 就是军备的生产商 包括 这个很出名的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 又是这间X街的 他很老实的 他的官方网站 真的有写 两大 军备生产商 就是这个雷神和洛杰马丁 这两间就不离了 尤其是洛杰马丁 当然他也请了很多澳洲的退休政客 好像我们的前国防部长 又是叫Ping 又是叫佩恩 但跟现在这个不同 他也是受贡于洛杰马丁 哦 明世 是的 水客而已 不可以 饭吃而已 不可以 由于澳大利亚冲突 其实看到 以欧洲为首的很多国家都增加军备 现在已经令到欧洲开始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有些 澳洲媒体甚至说 欧洲这样做是对的 因为 俄罗斯就好像当年的苏联那么强大 我觉得又有点差 起码当年苏联还有乌克兰 他们也说俄罗斯开始大规模地 弄欧洲 欧洲只可以选择 大规模吗 什么 这样也叫大规模吗 都算是的 因为他们和平了很久 OKOK 所以欧洲只可以选择抗军 来增加自己的安全感 哎 我们之前说过 亿就亿了美国 那些 雷神 洛杰马丁那些 笑到震 没错 老实说 其实很多西媒都是 他们什么意识形态都好 最后他们都一句话 无论这场战事 怎样结果都好 美国都是 赚到钱 都是赢的 最后美国 军工的 那些 公司是赚到钱了 你想想 台湾地区又要买 我们 昨天做了一个节目 沙特阿拉伯都要买 德国更加买得多 澳洲之前 都已经是买 核动力潜艇技术 要钱的说明 有些人说 AUKUS 同盟 同盟需要什么钱 当然要了 另外 你要知道为什么 他请了这么多政客 以及 一些 好像澳大利亚政策研究所 所谓学者 或者专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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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要 渲染到 哎呀好危险 这个局势 不行 你要买些东西看门口才行 不可以沽寒 现在澳洲就是这样 你以为太空技术 美国人不帮澳洲可以吗 那当然不行 是不行 是不行的 是不行的 他现在说 学习美国太空兵那些 都要很长时间 基础比较弱 弱 弱的 现在他 其实潜台词 学习美国的 太空部队 即是 学习的话 要不要叫人交流 要不要买些东西 要不要买些技术 要不要买些技术 学习不用付钱 对了 你说的 其实也是变相讨好美国的 从今年起来说回德国 其实他真的花很多钱 不是说笑 德国 每年的国防支出 占到本国GDP的2% 当 俄罗斯正式 对乌克兰 开展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之后 其实 当然会加码 当时 已经很多国家有反应 好像 同属于之前是 社会主义阵营的 但现在当然不是了 现在是欧盟国家 就是罗马尼亚总统说 哎呀 他就很开心 他说我们得了 得了 什么得了 原来他就说 将会 买美国的F-35 诺揭马丁公司就是 世界 最大的国防承包商 当然 哎 罗马尼亚说得了 给钱人都很开心的 因为他说得了 我们终于可以跟 美国谈谈他们 可以卖给我们了 之后呢 都是要给钱 当然了 之后又是为了 这个平衡 心里的不安 又从挪威买了32架 二手的F-16 当然又是美国的 挪威卖给他的话 可能挪威又买一些新的回来 要的 没错 因为挪威本身 已经是 诺揭马丁製造的F-35 大客人 所以 罗马尼亚 一次过卖不了那么多F-35 买F-16 顶着 才行 罗马尼亚 买了二手的F-16 之后 他也要 升级 升级改造 他又是要跟罗杰马丁 帮他 又要签约 因为升级改造也是他的技术 他才懂得整 你不懂得整 又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所以 无论如何 我觉得 美国也会赚钱 不过美国的小老百姓 就惨了 有贵 但是对于这个国家的 国家机器来说 当然是 运动银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